今天要看的这款车可谓是细出名门 大名鼎鼎的SA架构 你们听说过吧 可出了不少好车 路特斯Eletra 吉星4 包括极客001 那这一台呢 同样是粗子SA架构 但是它却是第一台挂着吉利车标的SA车型 这就是吉利银河一吧 怎么样各位 吉利打造的这一套涟漪美学 有没有打动 就算你不为颜值买单 我还有两个绝招 第一个是这台银河一吧的风阻系数 只有0.199 0.199什么概念 反正0.2以下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这能结为多少能耗哦 说到能耗呢 我就要聊第二点 第二点是这台银河一吧呢 采用的是800伏的架构 你们想一想啊 这样它的充电功率就更大了 而且能耗更低 而且吉克001是没有800伏架构 那么问题来 你们猜一下这台银河一吧应该卖多少钱呢 小道消息说是25到30万 当然我觉得吧 现在这个级别的市场这么绝 所以可以懂我意思吧 银河一吧的车身尺寸啊 相较于比亚迪的汉EV 它的车更长也更宽 这个车长已经超过5米了 但是它的车高呢却留为低一些 你想想啊 我们觉得一台车为什么看起来运动 有一个关键词呢就叫做宽高比 所以这个车越宽车高越低就越有一种低趴的运动型的姿态 其实我觉得这个银河一吧还是可以做的再低趴一点 但是纯电车呢 要把这一侧做的很低矮啊 是不太容易 这台银河一吧呢 是一个19寸的轮网啊 也是个低风阻的轮网 然后轮胎呢 是固特异的育成系列 它的扁平比是24545 那这个系列呢 我看到这里也有啊 电动车的标识 证明它还是一个阻挡舒适和静音的轮胎 车尾这个尾灯很有质感啊 你们也看过空镜 我就不详细描述了 然后呢我们打开它的后备箱看一下 您看它的设计啊 是一个溜背的造型 就本来我以为是一个仙背式的尾门 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蹦壳式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口呢 角度不算大啊 可能你放进一些非常大的物件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方便啊 我们打开这个盖子呢 其实还是有一块隐藏的储物空间呢 这车前备箱也是有空间的啊 53分 一会儿摄影师给个空镜看一下 但是呢我们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 我发现后备箱也并不是一个纯平的状态 是有个梯度的啊 隐藏门把手 无框玻璃 这些呢好像都不是那么新鲜 那新鲜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块 45英寸8K平 这一块巨屏啊 尺寸比我桌面的显示器还高 分辨率比我的显示器还高 说实话啊 一眼看见还是很震撼 现在呢 自己那一套 39英寸的屏幕啊 已经过时了 8155也过时了 芯片必须是8295 所以 屏幕大就是好 芯片芯就是X 说实话啊 这块屏啊 这么大一块尺寸 而且是没有分割的 它是一个整体 而且边框啊 非常的窄 摸起来 整个厚度也很窄 所以说这个工艺设计 真的是可以 但是我就想 这么清晰 又这么大尺寸的一块 平台来看 什么片才爽 年轻人告诉我 还是拿了打游戏 但是今天的这个系统呢 它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里面的 系统的交流逻辑是怎么样 而8255撑在这 速度应该是慢不了 对吧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 这个中控的旋钮啊 这个和宝马7就很像了 最近的旋钮啊 应该是来控制这个车机系统 实力按键呢 就只剩6个了 最好是空调的自动开关 还有啊 内讯化和驾驶模式 那这个也挺有意思 驾驶模式放在副驾这一点 翻航盘是上下拼地的翻航盘啊 早前我们看照片呢 我们以为是一个半幅的翻航盘 对吧 可能因为这个法规的缘故吧 呃 后期量产不一定有这种 不规则的翻航盘 这个上下平底的翻航盘 我是手感还是不错的啊 尺寸盘幅也不大 我觉得挺好 然后呢 上面这个开口稍微大一点 为了不挡住这个屏幕 OK 翻航盘是一个手动调节的啊 手动可以前后上下去调节 而且范围挺大的 然后我看到前面这里是有开槽的 证明它是有一个HUD的 但是现在我也看不见了 所以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这台车呢 是一个白色的内饰 这次银河一巴 就两种内饰颜色 一个白 一个灰 我个人啊 很喜欢白色 因为整个车内的 呃 氛围啊 我现在更加的温馨 更加的通透 然后其实这个车的用药也是不错啊 你看你眼睛看见大部分地方都用了皮革的覆盖 而且是真的双重线啊 这里是显示的墓室吧 包括门板也是 用了条纹的打孔的这个体质来包裹 所有你身体能接触的地方基本都是软 座椅的填充呢 非常软啊 很厚实 而且这个皮质摸起来很细腻 我觉得存坐的输入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组件呢 也提供了腰托的思想调节啊 因为这台车的中控屏呢 里面的系统我们现在不能超过啊 所以我有些配置也看不见 但是前面你能看见他们叫做三盘音乐的 三个音响头的设计 应该是高音头和中音头吧 这设计看起来还是很别致啊 但是搭载了一个Infinity的音响 而且我发现呢 它这个头枕后面也是有头枕的喇叭的 这样你导航和音乐就可以互不打扰 这点非常好 这里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区域啊 他们官方说呢 是50瓦的充电功率 然后下面也有一个冷却的风扇啊 出风口 应该还是挺好用的 这边呢 放了一个Type-C和USB的接口 有一个小小的储空间 也就是可以放两台手机的 这里有一个盖板啊 打开之后呢 它是两个杯架 和一个小小的储空间 里面值得容 我觉得放眼镜应该是挺不错的 然后包括下面 也是有一块空间的 可以放往纯净值啊 等等的杂物啊 储空间还是可以的 吉利银河E8呢 它的官方定义啊 是个纯电的中型轿 但我怎么看它的车身尺寸 都像是中大现代价值 你看轴距已经2.25了 咱们看这个退步空间啊 基本是没有任何可以去吐槽的东西了 但是呢 我就是没想明白就是 作为一个纯电轿车的 呃 纯电的平台啊 它的地板呢 它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凸起 并不能做到纯平的状态啊 然后座椅的乘坐感受也很好 和前排一样啊 皮质非常软 坐着有一股沙发的感觉 但是呢 我觉得坐垫的高度和长度呢 还略微的 先缺了一点点 就是高度吧 因为这个吸点啊 下部还是有一点点空头 后排这个椅背呢 也不能调的 我们试过了 所以现在这个姿态呢 就是它 诶 最舒服的姿态 但是没问题啊 头正也很软 躺在这呢 头部也是很通度的 虽然距离也不是很多 然后头上呢 是一块非常打直寸的 全景的天幕啊 然后这个天幕呢 就不像路德斯那样的 是有PDLC调光的 所以它可能是用了一块隔热膜 来隔热 所以到底晒不晒人呢 只有去实测才知道 然后配置没什么配置啊 后排基本上就是 两个空调出风口 下面有两个Type-C的接口 还有两个背架还在这儿 然后我发现它后门的开关啊 和前门是不一样的 前门是有一个按钮 后门呢 就直接给了你一个抠的 机械开关 然后呢 后窗呢 也做了隐私玻璃啊 但是呢 我发现它降下来之后呢 也是降不到底的 现在很多的 现在确实都降不到底啊 因为这个轮功电池的问题 但是这个玻璃呢 摸起来还是挺厚的 所以我觉得隔音啊 应该还是可以的 想当年吉利博瑞啊 号称最美中国轿车 我们试过之后呢 发现它的设计 品质 价格 都让我们对中国品牌轿车 光目相看 那么这一次呢 吉利银河一巴 号称是最美中国旗舰纯电轿车 那这一次还能不能摇领先呢 那得等我试驾五 才能告诉我 感谢收看本期仙车 我是谭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